呦,身旁的这个流光特效还是挺帅的啊 小彩虹 诶,这个斗篷就有点不尽人意了 这个斗篷 怎么感觉有点挡势啊 而且感觉很大这个斗篷 卡夏明呢 感觉一和之前先知的鸡的那个大斗篷飘的比较像啊 能再软一点就好了,感觉有点硬 心体的脸的建模什么还还可以啊 叠叠子,毕竟作曲家还是一个修机位为主嘛 我头侧,你说咱敢在脸上修机不 哈哈,直接开三档 大家注意啊,你玩作曲家的时候没必要纠结于要全部的校准成功啊 好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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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说这话呢 诶 诶 这感觉很惨 加速感觉 好 嘿 追丢 哈哈哈哈 说追丢就追丢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没有学会这一波兄弟们 以不变,应万变,好吧 看到没有啊 作曲加这个加速键还是非常实用的 好吧 我感觉这红尼还不回来 不 他追老头子去了 那我先修一下这台 跟着他的节奏一起摇摆 还是很好校准的 他到最高的一个破位加速 好像就是20%啊 如果这个阵容再来一个囚图 手机得起飞啊 看到没有 现在已经13了 就有的时候你按错一两个键啊 他很快就会补上来 所以说大家没有完全没有必要 完全纠结于全部的校准成功 好吧 最高就是20%啊 这金皮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惊艳啊 就用着感觉一般吧 开开开 嗨 手中人 这个筋疲还是这个斗篷的问题 感觉着斗篷不舒服 你们如果自己玩的话就知道了 好了 那这里是当行 感谢关注 咱们下视频见吧 拜拜